大爷把一块人骨丢进面粉机内 瞬间就和面粉融为一体 他又将剩下的人骨全部倒了进去 完了他杀人的罪证化成粉末 只是这掺了人骨的面粉 吃起来味道会怎么样呢 就在一天前 大爷在自己家里 亲手杀死了一名壮汉 然后把壮汉肢解分尸 全部打包装进麻袋内 随后脱掉带血的衣服 也一并丢进去 接着用报纸擦干地上的血迹 做完这一切 大爷到外面洗了把脸 趁着夜色 偷走邻居摩托车里的汽油 带着尸块乘夜班公共汽车来到郊外 他找来大量的木质 点燃汽油 熊熊火焰燃烧着尸块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大火整整燃烧了一夜 大爷从骨灰堆里扒拉出扔 和被大火燃烧过的作案工具 一起装进带嘴 他先是趁面粉便老板不注意 把人骨丢进面粉机里搅碎 然后把作案工具埋到下水道内 把所有证据销毁后 大爷冷静地来到警局自首 可警局值班的小喽啰 还以为大爷是悬疑小说看多了 在和他开了一番玩笑后 把他撵走了 那么一个老实人 为什么会去怒杀一名壮汉呢 一切还要从 他那既争气又不争气儿子说起 当年大爷的儿子 坚持要去美国留学 可做了一辈子教师的他 收入也只能够维持一家人开销 根本拿不出250万卢笔 儿子坚持让父亲去银行贷款 并承诺等自己学成归来 就还上全部贷款 可这个白眼狼 毕业后直接留在美国 事业有成娶妻生子 六年都不曾回国家 而巨额债务 自然就落在老两口头上 儿子只是不定时的 给老两口一笔生活费 尽管他们省吃俭用 拿这点钱来偿还债务 也只是杯水车薪 很快要账的混混就找上门 摸脚间在印度 是对长者的最高礼节 要账的小混混 搂着一名风月女子 来到大爷家里 对着大爷一顿羞辱 然后带着女人 进入老两口的房间 里面传出不可描述的声音 一分钟后 混混走出来 警告大爷 赶紧把钱还上 这么大年龄的老教师 还要被这样一个小辈羞辱 床上的杂乱 为大爷之后杀人埋下了种子 老两口生性善良 退休后还在坚持辅导孩子们学习 这天混混再次上门 却碰到邻居家的小女孩 混混看着女孩的眼神 身为男人的大爷怎会不懂 他催促女孩快点离开 可混混却叫住他 从钱包里掏出一张钱 递给女孩 女孩致谢后慌忙离开 大爷来到警局想要报警 可却看到警察局长对面 坐着的正是小混混 大爷明白了他们是一伙子 他什么都没再说就离开了 但却被混混追到家里威胁 还挨了一顿 第二天混混趁着大爷妻子外出 来到大爷家中 逼迫大爷去把女孩叫过来 你所欠的债我帮你还清 可教师出身的大爷 怎么会容忍一个痞子 欺辱自己的学生呢 面对混混的乌言慧语 大爷怒火中烧 拿出螺丝刀对准混混的喉咙 邦当 混混浑身抽搐倒地身亡 这时妻子回到家中 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 他亲眼目睹 老是本分了一辈子的丈夫 在家中分尸 他开始惧怕丈夫 一起生活了四十年的枕边人 却突然变得如此陌生 妻子的态度让大爷决定去自首 可警员却不相信 一个老头能徒手杀死一名壮汉 大爷回到家中 向妻子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不是杀人 他是消灭了一个恶魔 得到妻子的理解后 当他再次被叫到警局 被要求在认罪书上签字时 大爷却矢口否认 并让警局拿出证据 没有找到尸体 作案凶器和指纹 警方就无法给大爷定罪 已经得到妻子的谅解 他怎么可能还会承认自己杀人了呢 警察局长找到老人杀人的证据 却没有直接逮捕他 而是逼着老人交出被害者的手机 老人回到家后 在沙发缝隙中摸到一部手机 原来小混混手机里 藏着警察局长的私密视频 这也就是为什么 老人第一次去警局报案时 看到混混在场的原因 当时混混正拿着手机里的视频 威胁局长 混混消失后 他背后的大老板 直接上门要债 他让手下把大爷家中 砸了个稀巴烂 还打了大爷一巴掌 做了一辈子老实人的夫妻俩 在邻居面前颜面尽失 他们向儿子提及债务 却被指责 父母只会一味地索取 大爷直接挂断视频 注销了网络账户 他们对儿子失望透顶 大爷拿出手机 和警察局长做了交易 局长在大爷家的下水道 找出作案工具 和混混带写的衣服 偷偷藏到大老板家中 把杀人案件安到大老板头上 他被警长关进警局 大爷亲自跑来告诉混混头目 人是我杀的 是我把的你手下大谢八块 坏人终将受到惩处 恶有恶报 就这样急破获了杀人案 又为社会清除了个毒瘤 老人决定离开这里 他们临走时 把房子留给了邻居女孩 因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学生 都要比自己的亲生儿子知道感恩 兢兢业业的退休教师 在迟暮之年 还要替儿子偿还巨额债务 他们曾经历支持儿子赴美竹梦 没想到到头来养儿不防老 印度电影写实了这个国家 充满了人权不平等 但结局很符合观众的口味 承恶扬善 真相有时候可以被忽略 我还带他来养儿子 我还带我 我还带你